念头断绝是什么样子呢 不起心不动念 不起心不动念 就是大吃大悟 铭心坚心 振得究竟圆满了 这个境界 跟慧能大师所说的 完全相同 坚心 性什么样子 性亲近 从来没人无恐 是真心的 真心从来没有不安过 那个不安是你的妄想 妄想啊 以为你不安 实际上没得会是假的 一句话点心 我们是一千句 一万句都点不心 那为什么 老执着吗 什么叫根礼 几句话点行了 就根礼的人 千言万语 点不心的人 这糊涂的反复 这些礼我们懂得了 懂得怎么修呢 放下 从哪里放下 从日常生活当中放下 从工作里放下 工作照做 不要放在心上 离世无碍 世事无碍 最怕的是你放在心上 这个麻烦就大了 你把这些假象 放在心上 这叫凡夫 不放在心上 你是菩萨 你就是佛 佛跟菩萨了 不同地方 就这样的 凡夫的心 是露锁头 什么万语都往里头放 佛菩萨的心 干干净净 里头什么都没有 佛菩萨自行化他 不放在心上 本事就在此地 不放在心上 他永远用的是真心 我们这个心里面 东西太多了 所有的心 是忘心 是杂乱心 是狗会心 是肮脏的东西 这些杂乱 这些肮脏的东西 是不是真有呢 不是 说肮脏 说杂乱 都是比喻 为什么说他没有 他没有形象啊 他不是物质现象 他也不是念头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密之了不可得 密之了不可得 这就是会口的话 大摩祖师叫他把心 拉出来的当案 密之了不可得 有没有 真心 真心 妄想 多不可得 还有个真心 妄想 开不了我 妄想 妄想 假象就是无相 真心 真心 真心是无相 无相 还是无相 假象也是 也是无相 所以他两个可以平等 话等好 正妄 宝尔 全妄 即正 全真 即妄 这是佛菩萨 把四十真相 圆满地为我们 显示出来 我们听不懂 听得很迷惑 那就叫业障 叫罪障 那罪业 张开住你 罪孽 也没有现象 所以 你把罪孽 找过来 拿出来 我替你笑业障 灭业障 了不可得 那业障 就笑完了吗 由此可止 凡身 总在迷雾之间 一念雾成神 一念迷 做凡复 没有先后 没有此界 踏放 绝约在 大下 谢谢大家